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出来的效果就会多一些肉汁 又不会用现成叉烧 这样高腊 自己做健康更重要 除了做叉烧包之外 这个叉烧很适合做叉烧酥的 留意片尾巴 做叉烧用五花腩 肥瘦大概是这样 首先加点葱和酒煮一煮五花腩 目的就是想除了猪的酥味 这个五花腩大概煮了15分钟 要煮至全素 然后将皮切走不要 如果看到有些软骨这个位置 也是切走不要了 如果切了出来有整个肥膏的话 就将它放在一边 下少许油煎热锅之后 加些肥膏下去 就让它爆出猪油 然后把肥膏都不要了 当然如果你喜欢吃的 都可以保留下来的 拿起肥膏之后 用猪油炒洋葱和猪肉 然后蘸玫瑰露酒 玫瑰露酒是特别香的 如果真的没有玫瑰露酒 就用绍兴庆酒也可以 之后就加些叉烧酱 和一些蚝油 然后炒香 然后再加些生抽 继续炒香 炒到闻到的酥油香 就可以加些水下去煮了 蜜汁叉烧 蜜汁叉烧 当然是加蜜糖 如果真的没有蜜糖 都像我这样 用冰糖都可以代替到甜味 冰糖溶了之后 就可以埋芡了 如果不是用冰糖 用蜜糖的话 就不用蓋盖了 搅拌均匀 然后加三分水就可以了 买这个生粉芡的时候 我们的汁一定要稠一点 因为我们要包馅 所以不能太稀 叉烧这个蜜汁 拿起的时候 是挂着肉的 就不会说是流出来的 这个浓度 放冰了之后 它就会比较稠 包馅就会容易包的 我自己习惯会是早一天 做叉烧馅 放冰箱冷凍 然后第二天才做面包 这个也是不用擦的面团 如果有看我 在YouTube分享过 所有不用擦的面团 做法是一样的 把所有材料除了面粉和盐 把液体的部分先搅匀 目的就是把糖和酵母搅拌 搅到面粉吸入所有水 可以加入盐 然后再搅匀 搅匀 搅匀 搅匀没有粉 濕度可以粘贴刀 就可以做第一次发酵 叉烧餐包是一个圆形 不需要复杂的造型 我没有拿出面团 所以好像以往的面团 比较黏 如果不想黏住刮板 记住用粉搅拌 很容易把面团拿出来 之后把面团拉松 然后摘下 就可以反一个干滑面 做出来一个个面包表面 会非常干滑 又不会粒粒粒 这个动作也是帮面团排排走多余的气体 这个面团我会把它分成12份 要做到大小一样 要做到大小一样 切出来的每一个面团 都要秤一下 大家都差不多重量 做出来才大小一样 分了12个 做滚圆 切口就会比较粘手 将全部反在底 黏在一起 面团做干滑面 然后这样滚完 就可以了 面团滚完之后 在冰箱里拿叉烧出来 不要太早放 免得出水 现在冰至凝固 其实不冰至凝固 冰至冰至凝固 这个面团鬆不鬆弛 都无所谓 放15分钟鬆弛 如果包馅的话 我都很少放15分钟 滚完之后都直接包 如果做得比较慢的时候 记得盖一块湿布或保鲜纸 以防吹干 包所有馅都一样 中间比较厚 旁边就薄些 包馅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这样 比较适合新手 第二个方法就是简单 比较适合新手 第二个方法就是简单 记得底部一定要黏住 否则就爆馅了 滚完的时候 尽量滚到一个圆形 发酵出来才够好 天气开始热 就这样噴水 让面团濕 然后就可以发酵了 在酒楼看到的叉烧餐包 包面是否很亮呢 其实是掃了蜜糖水 所以趁面包刚出炉 很热的时候 就快手掃一掃蜜糖水 让它快点干 薄薄地掃一层 干了之后 它就会反光的亮 剩下的叉烧馅 我会用一些现成的酥皮 做一个简单的叉烧酥 放入气炸锅做就可以了 面包吹干了之后 就是这样 我没有打灯的 是不是反光了呢 打开看看 一粒粒的叉烧 比用现成的叉烧 简直是两回事 用猪肉煮出来的叉烧 更加有肉汁和咬口 是真的不同的 加上这个不用猜的面包 做出来非常松软 吃一个 怎会够呢 我起码都吃两个 大家喜欢这条片 记得like subscribe 订阅我的频道 还要按下小铃 那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